现在来介绍的是自然对数 什么叫做自然对数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底 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欧拉数为底 就是所谓的油拉数做底的一个对数函数的话呢 我们就称它为自然对数 叫做Nature Log 我们的话呢 把它写成比较方便的写法的话呢 就直接写LNX 有的人念LNX 那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这个自然对数 以欧拉数为底的这个对数函数 它的微分会等于X分之一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来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证明给同学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 指数函数以及对数函数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互为反函数的状况 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 Nature Log它的微分是什么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件事 什么是呢 以欧拉数为底的一个指数函数 再加上一个对数函数 这个地方我们无庸置疑的 它就是X 因为我们取了一个对数 又取了一个指数 它应该是恢复原状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改写成我们习惯的模式 来我再继续改下去 1的Nature Log 次方是等于X 这样还OK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定义的 好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两边 等号两边 同时一起为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起为分会怎么样呢 Exponential的话呢 它的EX的为分 是等于自己本身 现在的话呢 它不是X 它是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就照抄 再乘上这个根据连锁率所做的 我们这个地方要再乘上 Nature Log的为分 右边这个X的话呢 为分后变成1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是什么 我们原来就告诉我 各位同学 这就是X 这就是X 于是X乘上 Nature Log的为分 是等于1 所以我们证明了什么结果 Nature Log的为分 是等于X分之1 我们证明了这个结果 以后的话呢 对于我们未来 有关于为分的一些技巧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要把它记下来 Nature Log的为分 是X分之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